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内在结构都力求和真车一模一样 就连最细小的织节如引擎的构造和坐垫都是和真车相仿 如果只看照片几乎可以乱真 可见模型车的设计者注入了不少心思 人工制造一辆模型车大约需要一到四个月 既耗时又花精力 因此无法单凭金钱来衡量其价值 模型车的大小各不相同 有些是真车的四十多分之一 有些是八分之一 模型车越小越可见制作师的功力 制作师主要是来自德国和法国 他们根据原车的蓝图设计 精确地计算出模型车各个部位的比例 然后再精雕细琢 模型车的制作师为了力求完善 在模型车内还设有皮椅套 铺上地毯 在小小的空间里充分地表现了豪华气派 由于造型逼真 制作精致 因此在新加坡 收藏模型车的风气也蔓延开来 据说除了学生之外 许多专业人士如工程师 公司总裁 甚至是一些部长 也热衷于模型车的收藏 而在欧洲 一些元首级的人物 也加入了收藏模型车的行列 模型车的收藏者来自各个阶层 新的收藏者 可以从收集价格比较便宜的模型车开始 但是模型车专卖店在新加坡还不普遍 就在几年前 收藏者只能够从国外订购 而随着生活的富裕 人们的旅行机会多了 见识广了 于是逐渐改变了对模型车的观念 模型车的市场慢慢也就扩大了起来了 模型车的收藏价值 在于它是一项精致的艺术品 有些还有纪念价值 因此它颇具有市场潜力 这股收藏风在新加坡 也有越刮越猛的趋势 百分之一 本来是一项小缩的 views on Maר MuV 本来是一项小缩的 是一项小缩的 那种也有颗小缨 我们的一项小缩的 。